政府在發放抗疫的訊息 一直以來都十分重視 衛生署和醫管局的同事 都是透過4時半的記者招待會 向社會介紹疫情的情況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希望 落實社交距離的措施 考慮到用網上直播這個新聞發布 是我們一直都在研究的 加上上個月在衛生防衛中心 本身我們的大樓都有4個同事確診 我們就想盡快加強社交距離的 可以加強的措施 所以就考慮過 也都參考過其他供應機構 例如消費者委員會 他們都用了一個網上的記者 發布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嘗試考慮 不過聽到各位各界人士的關注之後 我們都在那個語音還未處理到 現在語音主要就是即時翻譯的聲頻的效果 就如領賞 所以暫時就未能做到語音的網上的新聞發布 在未做到這個之前 我們今天就決定考慮過大家的意見之後 就回復這個實體的記者招待會 因爲何可以說過 因爲何會接鎖 成功能 我們不會接鎖 明星星 也會接鎖 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